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6月3号 今天下午我们将和美国东西海岸中部 美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民主人士 意义人士和维权群体 共同连线纪念悼念 31年前在北京八九民主运动 和六四屠杀中死去的先列们 我们有一系列的活动 本来每一年都要举行的 但是今年情况不太一样 由于严重的疫情造成了 一方面大家知道各个地方都出台的一些禁逐令 居家令 不允许世人以上人聚会 所以直到现在我们这边 还没有放松这个禁令 我们第一阶段 进入到第一阶段 但是仍然是不能进行 十人以上的聚会 我把今天的疫情情况 还是向各位通报一下 虽然现在情况已经有所好转 但是现在在全世界范围里边 已经有650万0900人被感染 然后有38万4000人死亡 新增死亡人数2088人 那么在美国有187万7258人被确诊感染 有107903人死亡 新增死亡人数是449人 在我所在的弗吉尼亚州 有46239人被确诊感染 死亡人数是1007人 1407人 那么确诊的人数呢 在过去这一两天又增加了 就是在弗吉尼亚州增加了841人 那么死亡的人数 在弗吉尼亚州新增了15人 所以这个情况呢 还是不是那么乐观 昨天下午呢 弗吉尼亚州州长 发表了一个新闻通报 他在通报中说弗吉尼亚州的情况 还是不容乐观 那么有些地方已经进入到第一阶段 还有一些地方准备进入第二阶段 到这个周五进入到第二阶段 但是仍然要保持这个社交距离 要戴上口罩 特别是到那些公共场所 还是禁止多人聚会 另外他提到了前几天 在弗吉尼亚 在华盛顿特区和马里兰 就是大花府地区发生的一些游行集会骚乱 他提到了川普总统跟他通话的时候 请求他派这个国民警卫队 就是弗吉尼亚州的国民警卫队增援 因为这个华盛顿特区出现了一些骚乱 有人去砸碎一些商店 一些机构的玻璃 还有人去抢购 抢劫一些财务 包括超市里面的一些东西 还有人抢砸银行 所以这些情况呢 就是川普总统呢 打电话 不是命令 因为总统跟州长之间的关系 其实不是上下级关系 但是请求他派这个国民警卫队来支援 但是呢 这个州长说他拒绝了 他说他为什么拒绝呢 按道理应该是由华盛顿特区市的市长 这个市长呢 是一位女性 叫Bowser Bowser市长 黑人女性 她没有向弗吉尼亚州长请求增援 如果她有需求 她向弗吉尼亚州提出增援的请求 那么他们会考虑派出 所以川普碰了一鼻子灰 没办法 他只有调集自己的军事力量 因为他是作为总统 他是三军总司令吧 所以他调集了大约有两百多军人 进入到白宫里边 那么现在的情况 就是从昨天前天都已经实行了宵禁 然后有一些人到白宫面前去示威 到国会大厦前去示威 但是警察呢都是防范 严正以待 希望不会出现大的骚乱 而且我们看到今天网上传一些视频 有一些黑人抢砸商店 抢劫财物 而另外一些黑人青年拦截他们 不允许他们进这些商店 劝说他们离开 认为这样做的话 对这个国家不利 所以呢 我觉得这些黑人青年 他们是真正的非常勇敢的人 他们敢在这个时候 站在这个公共财务的 被打劫的这个现场前面 去说服自己的同族群的人 这个是很难做到的 也是需要有相当的勇气 他们正在这样努力 所以我们看到了 不单是那位死者 弗洛伊的弟弟 在呼吁大家不要冲动 一定要理性 一定要选择用手中的选票 来这个决定自己 或者美国未来的命运 而不要采取这种非理性的方式 这不是他哥哥真正想要的 然后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群体 都在和平的抗争 和平的示威 而警察呢 也做了一些集体的表达 有些警察呢 就是单膝跪地 这个意思呢 是表示对滥用暴力 滥用警力的一种声讨 他们跟美国人和正义的人 站在一边 并不支持滥用暴力 所以这点呢 是非常明确的 所以一定要把这个滥用暴力的人 和这个国家的主体 和这个国家的这种不朽的价值 区分开来 不要因为有一两个白人警官 有种族歧视的嫌疑 有这个过激的暴力行为 就把这个国家当作自己的仇敌 把美国的制度当作自己的仇敌 这个做法显然是 自毁虔诚的做法 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不会支持 最近这个天气呢 已经是转暖了 这个户外的温度 今天是90多度 然后呢 空气非常好 阳光灿烂 所以我们今天在院子里边 这个做一些清洁工作 除了割草以外 用 先是用洗涤剂 消毒水 把外墙 这个先洗刷一下 美国的这个Single Family House 这个外墙一般都是木片 或者是那种塑料 合成材料的那种 一片一片的 这个作为外墙 这个外墙呢 时间长了 会有很多的污垢在上面 这个污垢呢 要需要用消毒 或者是洗涤剂 先把它刷一刷 刷掉以后 再用水管 有一些压力 强力喷射 把它清洗干净 所以做这个工作呢 按道理来讲 应该是每年清洗一次 保持这个 屋外的这个整体的美观 整洁 但是过去我们没怎么做 所以现在我们下决心 因为也有时间 相对来说比较有时间 大家有心情来做这些事情 所以我们最近会 以后希望能够坚持 每一年清洗一次 让我们的这个房屋 保持清洁美观的外观 好 另外这个 我前次向大家报告过 我说我在院子开个小菜园 种点蔬菜 什么莴笋了 冬瓜了 黄瓜了 黄瓜不太好长 因为黄瓜和丝瓜 刚出苗就被虫子 特别是鼻涕虫吃掉 我们这边虽然有很多的松鼠 各种各样的鸟 非常漂亮的鸟 但是鸟一般是吃虫 倒是不吃菜 吃菜的就是这些虫子 然后我们这个有无花果树 还有这个 新种了一棵柿子树 但柿子树要好几年 才能够结果 然后我们今年种了些蔬菜 这个包括茴香 其实我对茴香倒没有 那么感兴趣 但是有朋友送了一些茴香的种子 还有心里美的萝卜 就是那个萝卜内壤是红色的 所以今年试种种类还蛮多的 包括我们在美国的超市里 买了西红柿的种子 辣椒的种子 多多少少种一些 但是有的时候这个种子呢 你买来如果不是当年去种 放两年再去种 你会发现有些种子也不行了 可能放时间长了 放两年它就不粗卵 当然 就是说我们假如新买的 还是可以的 能保证质量 但是种子比较少 有的时候你撒了一把种子 最后能长出来的也是非常少 当然不管怎么说吧 其实种菜主要是一种乐趣 其实你想想你辛苦一年 你这个浇水啊 这个拔 拔炸草啊 打药啊 各种各样的 你做很多的工作 上肥料啊 最后你的收获可能 跟你的心情付出 不成正比啊 就是不划算啊 如果要讲你要是纯粹从 节约的 节约钱的角度来说 当然是不划算的啊 还是到超市里买菜 比较经济划算 但是它是一种乐趣 就是农家乐 就是享受一下 我们过去说到农村去 当一当农民 真当农民也受不了 我们只是偶尔体验一下 农民的某些乐趣 农民真正要种粮食 我们也种不了 我们就种点蔬菜 种点这个这些东西 水果玩一玩 然后呢 我还有一些朋友呢 他们喜欢种花 种各种各样的花 我们家也有一些花 但是种类不太多 如果以后我们还有足够多的地方 还有时间精力 可以再种一些花 比如说烧药 牡丹 对吧 这个玫瑰 什么铁线莲 很多种啊 我们家美人椒 这个现在是种类非常多 它自己越来越多 所以这是不用管它的 它每一年都会生长 就是说 人生还是非常美好的 我们如果能够躲过 这个病疫的折磨 躲过这些灾难 躲过这些打砸抢烧 这个丧极无辜的生命 躲过这些事的话 我们的生活 还是有很多美好的东西 希望大家多多享受当下 这个我们健康的时候 要多享受这个人生的快乐 不要等到到了病床上才遗憾 说哎呀 过去为什么没想到 要到外面多跑一跑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 在这个时间 也是给很多人 家人聚会 去思考一些 平时没有时间思考的问题 所以呢 有了这样的疫情 当然是一件坏事 但是尽量把坏事 转化为 对自己有利的一些动力 就是说 无论是疫情啊 还是其他的灾难 我们都想办法克服 我看美国的这个 争券市场这几天呢 还是蛮乐观的 虽然美国有这么严重的疫情 经济受到严重的摧残 又加上这个抗疫活动 在各地方发生了很多的骚乱 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 但是股市好像没有受到特别大的影响 我刚刚看到这个 今天到琼斯指数呢 又上升了400多点 那纳斯达克也上升了 所以说呢 这个 好像一种乐观情绪 还在相信美国经济能够很快的复原 然后美国可以再度伟大 美国人美国人的乐观精神 美国人热爱家园 热爱自由的这种精神 并没有泯灭 所以呢我想 再过一个多月 如果没有新的疫情 我想这个美国会逐渐恢复到正常秩序 陆续的恢复经济活动 恢复上学据说要到9月份 还不一定 但是呢 我们现在知道有很多的教育方式 包括网络教学 和其他的一些方式 所以总总会想出一些办法吧 就是大家总会用一些乐观的精神和态度来对待 各种不变 生活是美好的 我们只要努力 就会有努力的成果 好的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